所谓的妖孽行情又要回来了吗 在昨天孽价盘中大涨了15% 为什么呢 两大原因 第一个 中国松绑了一些防疫的限制 第二个 听说孽的库存开始往下降了 所以昨天盘中大涨15% 不仅是创下了8个月以来 最强的涨势一度还触发了熔断机制 但是这一次有机会复制3月的行情吗 明正我们请您上台来 好 现在大家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期待的是相关族群钢铁族群 也跌了好一阵子了 最近蠢蠢欲动 但是怕受伤害的是 今年3月到底那一波为什么涨啊 对 当时是因为这个无二战争之后 其实那时候原物料比较紧张一点 那再加上说这个 有这种所谓大的那种所谓的矿伤 让它去放空这种所谓的期货 青山控股 然后被嘎空一路往上去做嘎空 事实上当然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单位都是那种几万几万 所以你看它最高的时候冲到 这个10万1365 那时候我记得很特殊的就是说 什么东西叫做历史数据 通常我们都会觉得 好像过几个月还是过几年 还在历史数据对不对 那时候对于涅价来讲 大概过两分钟 它就是历史数据 两分钟 对 因为价格就差别很大 对 所以那段时间当中 一路攻到这个10万1365 后来这个伦敦交易所 他其实也做了很多的算补救措施 或者是说不太公平 因为那时候有一些交易就被取消掉了 那后来他也引进了这个熔断机制 就是15%之后 你就那个暂停做交易 所以那时候熔断机制 是在这时候所谓的妖孽行情 那时候大家才警觉心说 原来会有这种波动 没有错 OK 那昨天又是怎么一回事 对 那所以昨天呢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 这个就不用拉那么长了 我们把那个图稍微缩小一点 对 昨天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盘中其实有暴涨 大概15% 那就是触发垄断之后 其实这个整体来讲 就暂停交易了 那目前来看的话 它其实还是维持在相对的高档 所以回到刚刚驻华一开始问的 会不会复制3月份的一个走势 应该这样讲 不太可能像3月份那么夸张 因为现在其实有一些监管 跟这个管控的一个机制 但的确对于涅价来讲 会不会是一个多头 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怎么说 对 那怎么说呢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这一次的一个 往上去做飙涨 它是有它的一个原因存在 最主要大概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中国开始放宽 部分的防疫措施 虽然嘴巴都讲得很强硬 这叫动态清零 但整体来讲 那个回国其实不用那么久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那个中国 这个经济体开始有一些 放宽的一个状况之下 包括了像是基础建设 包括了像是人流物流 它其实都会有机会 重新恢复一个 比较成长的一个态势 所以最近其实中国也在讲说 要把这个不锈钢的产量 把它往上去做提升 当然这个就是跟经济 开始有一点 从这个谷底翻扬 或者是回温 是有一个比较直接的相关性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当然中国现在是全球这个电动车 其实最指标的一个国家 因为他们出货量 其实是最大的 那电动车的电池当中 其实是有这个 还有这个镍的一个成分 所以如果说后续的一个电动车 成长力道重新开始去做扩增的话 事实上对于镍的需求 它其实也会有一些提升的效用 那第二个就是流动性的低落 因为事实上在这个 所谓的三月份妖镍事件 就是大家party散场的时候 总是会有那个 比较这种 比较这种所谓清淡的时间点 所以镍的日均成交上 其实在七月份八月份 九月份的时候 大概分别暴跌了百分之四十二百分之五十跟百分之四十 那你在大家交易的那个量 比较小的状况之下 有时候它那个价格 它就是很容易会 一口气往上去做一个攻击的态势 那包括了 现在其实有一些城市的交易 它可能会触发这个所谓的停损的机制 或者是空单回补的机制的时候 它其实就会把 因为无形当中 因为你的那个成交比较低 所以你的卖盘 其实不是特别多的时候 它很容易把那个股价拉到一个 拉到一个比较相对的高点 那如果说从这个 这个所谓镍的一个基本面来看的话 现在其实库存是比较偏低 那供给是有疑虑的 目前这个伦敦金属机会教育所的库存 是减少78吨 是来到50304吨 那50304吨 那最近其实他们也谈到 就是说不会阻挡俄罗斯的金属 进入到这个所谓的仓库里面 那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说 现在大家其实都说要制裁俄罗斯 那为什么你不要 因为就代表其实有很缺 很缺乏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在昨天事实上也有这个 在业界有传出一个影片 就是那种所谓的 应该东南亚的一个公司 它在生产兵力的过程当中 有发生一些爆炸 所以大家也会引发就是说 那会不会在供给的状况 其实没有那么顺畅 所以这个都是推升涅价 往上去做走高的原因 所以供给一幅顺畅的话 市场就是这样 现在供需 如果公司有点失衡 然后需求又不变 甚至多一点的话 价格就上来 所以我们刚刚谈到 其实你看这一些 当然除了流动性低 如果这个是 你市场开始回温的时候 它就会有改善之外 事实上包括了库存比较低 或者是中国放宽的 这个防疫措施 经济回温 这个其实都不是说 你短时间之内 也可以立刻去做改变的 所以我们才会认为说 涅价这一波的一个走势 或许它不会跟三月份 当时那一波走势 一样来这么样的强势 但整体来讲 应该是会有机会 持续往上增高 那是健康的涨 三月份是不健康的活动 对不对 所以这一次 如果有机会涨 是有机会成为 比较健康的涨 对 哪一些首当其会 所以这个部分 当然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如果以国内的一个角度来看 大概几个 比较重点的个股 第一个当然就是 冠金刚刚谈到的 这个160文的滑昔 那如果说我们 以它的这个去年 2021年的整体的 占营收的比重来看的话 它是不就刚占了 大概39.6% 那另外包括转投资冰涅 那为什么要特别 谈到不锈钢的原因 是因为 基本上你在不锈钢的 这个所谓的 生产过程当中 你需要用到涅的这个成分 所以整体来讲 它有不锈钢 然后它又是能够 如果说那个冰涅 在明年开始发酵的话 它是那个原料提供者 当然它就会优先 呈现一个受贿的态势 那事实上 如果你从它的 获利的角度来看 你看前三季就赚5.37 目前的这个本益比 其实评价上面 也不是特别贵 所以在过去这一周 积极性去做买超 但是我是觉得说 你股价最上游提供原料的 开始去做涨价之后 那接下来呢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的 就是中下游的一个产品 你是对你来讲 你是原料的进口 短线上面报价感觉会提升 但是你也可以反应给客户 所以我觉得那个后面会 会应该会有一些受费的机会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华欣的股价 当然这一波的股价 是那种所谓的 强势向上去做一个走高 那来到这个位阶 要不要追 我觉得投资朋友 大家心中要有一个 要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你追在这个地方 你可能这个停水 你就要设的比较短一点 因为它的确涨幅是比较大 那原则上我们可以用 五日均线作为观察 这乖离好大 没有跌破的状况之下 你可以把它视为是一个多头 那如果说你想要等拉回的话 因为这个地方 它其实是一个突破嘛 对不对 42.5块钱左右 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就是说 当然未必会回这么深 但接下来如果说有出现 震荡回档的时候 大家可以稍微观察一下 就是我只要前波的颈线 有守住的话 这个其实都还是属于多方的架构 前波颈线有守住 拉回没有破的话 都是进场的时间点 那有赚的 现在要先获利了解一趟 现在先不用 因为它还没有出现 所谓的反转的讯号 通常反转讯号 大概无非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我要快速一点 我就是直接爆量 爆量长黑K 对那爆量长黑K出现的话 其实投资朋友 可能就要先去做一些调整 那如果不是这种形态 那另外就是做头 那做头的话 它股价就会先花一段时间 去做一个所谓在高档去做整理 所以我是觉得说 现阶段其实大家先不用急着去做调节 但是后续如果说有出现 我们刚刚谈到这两个状况的话 那个时候再来去做一些持股上面调整 滑星要追的话 最好等拉回 五日均线有一点大 拉回大概前波紧性的位置 42.5块钱 如果没有破的话 进场的好市界点 那短信有赚的 要不要先跑 明哲说可以再爆一下下 除非在接下来 网上出现了爆量长黑K 那时候再跑也还来得及 大成钢呢 对那大成钢 它最主要是这个铝制品跟不锈钢 所以整体来讲 它不锈钢的这个占营收比重 大概也接近四成左右的水准 那所以以前三季的获益来看 其他本益比也不是特别高 那所以最近期这一周 其实法人也是呈现 比较记忆性的买超 所以我们可以从股价角度来看 当然这一波 其实钢铁类股它的走势 已经很久没有去做发动 那过往如果说就股价比较活泼的话 大概就是包括2014的中红 那接下来就是不锈钢 所以整体来讲 这一波的钢铁类股能不能延续 我觉得很重要的观察是 我们看这个大成钢的股价 能不能够持续续扬 所以它变头了 所以你可以发现 其实它这一波往上去做跳空之后 当然股价有一度出现震荡回撑 但是你会发现 它就是补缺口之后上去 那过去是一个比较偏向这种 比较这种区间的震荡整理 不过今天是有突破前波的高点 那前波的高点来到这个位置之后 其实我们可以稍微观察 因为这个概念是一样的 就是我如果把颈线站稳的话 因为原本的前波高点是 大家想要解套的区域 对不对 那如果你能够把那个价格站稳 是不是代表你的筹码换手是成功的 对 那如果说你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能够站稳这个颈线的位置 那我觉得股价其实就还有续工的条件 颈线大概在41块钱 所以明天很重要 如果41块钱能够持续的 代表有新的资金进来了 就有机会再涨一步 好这是大成钢 接下来美琪马 对美琪马 当然这个大家其实会比较陌生 为什么这个涅价上涨跟他们有关系 事实上电池正级材料里面 有一个叫做硫酸涅 事实上它的在上游就是冰涅的部分 所以整体来讲 当然你的电动车的需求 如果维持一定的水准 那简单讲 就是说你如果市场不好 你当然没办法转价给下游 但是如果你的市场是强的 那是不是代表说我涨价了 那我可以再加一点再卖给你 所以某种程度上面 以它前瞻季的会议来看的话 当然这个本益比会比我们刚刚谈到 这两家公司稍微来的高 不过因为它是属于半电子股 就是你说它是电子股吗 也应用范围是 那整体产品 当然还是属于比较偏传 但本益比相对市场 会给的稍微比较高一点 所以如果说我们来看美琪马 事实上美琪马最近期的股价 其实有点打底的那个味道 那当然这个部分 其实大家可以稍微关注 就是说在昨天开始 其实外资有开始去做一些 进场买超的动作 那这个股价可能要 比较明显的增量 它的股价会比较有公式 量很重要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后续观察的 就是量能的变化 那因为这两家 除了美琪马之外 另外一家很关注的是 4739的康普 对那这两家公司 其实如果就获利的角度来看 其实是美琪马表现比较好 所以我是觉得说大家可以看美琪马 那美琪马如果发动了 你觉得突然一下拉太快 你追不上 你可以看一看一下 康普的股价就是 看美琪马 然后操作康普 也是一个方式 对对对 好一样 涅价的商关钢铁股建昌 建昌呢 当然是今天钢铁类股当中 股价攻到涨停的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反应就是 它不锈钢的比重是最高的 就是99% 除了不锈钢 其实没有什么其他产品 所以你从它的前三季的EPS2.23 目前股价才15块7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相对来讲 有点那种比较低估的股价去做发动 因此过去也是 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底型 跟我们刚刚谈到的那个美琪马 其实比较类似 那一下就是用跳空的方式过季线 然后开始出现放量的时候 通常这种就会有比较攻击的力道 所以我们刚刚才会谈到说 美琪马要看量 那建昌今天量出来之后 当然今天所涨停原则上隔天开高的机会 相对来讲是比较大 那我们就稍微观察就是开高之后 因为都会有隔日冲 你要让隔日冲稍微消化一下 所以通常我们会建议 就是可以看大概9点10分到9点15分 如果说它能够是红K棒的 相对来讲就比较有机会 那如果是KK就可以再稍微观察 什么时候追 如果明天早上一开高 拉回来适合追吗 追假的时间点怎么涨 对我们刚刚谈到就是说 因为你开高会有隔日冲 所以你等它打回来的时候 基本上黑K的状况之下 不用急着去做追假 可能要等到 当然会觉得拉回来没有买 然后变红K再去买 好像比较价格会稍微比较高一点 但整体来说因为它会有隔日冲 所以你最好是看到红K棒的时候 再来做会比较稳定一点 OK好谢谢明哲 请先回座了 所以涅 我们实在很不想用腰来形容 但是对于三月份 涅价大涨心有余悸 但是明哲告诉大家好消息 这一次涅价有没有上涨的底气 有第一个需求 大陆如果陆续地放宽一些防疫的措施 基础建设的需求就上来了 第二个是库存相对的比较低 市场有需求 但是库存低 价格自然就上来了 这个原因恐怕只是对于整个的一个价格 造成短期的一个风险 所以如果这一次涅价有机会再涨 明哲给了一个定调叫做健康的上涨 谁有机会受惠呢 提供给你华兴 大成钢 美其马跟建昌 今天涨的最凶的叫做建昌 因为对于不锈钢里头 要用到涅不锈钢的成分 它目前占比是99% 相对位阶也比较低 操作策略提供给您做参考了 不过接下来我们要说这行情 都已经涨到这个位阶 大盘已经逼近半年线了 还有哪一些个股可以追 今天专家提供了好多的建议 怎么用技术现行来看 谁有机会落后补涨 休息一下 专家告诉您 好多的建议